再过不久,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即将在这个光芒四射的城市隆重举行 作为世界体坛的盛世,巴黎奥运会不仅汇聚了全球顶尖的运动健儿 也将向世界展现一场文化与体育的视觉盛宴 欧洲卫视的记者现在已经深入巴黎市中心的开幕式举办场地 为您带来第一手的现场报道 从记者发挥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湘西丽士大街附近的景色尽显奥运盛世的繁华与热闹 警察和志愿者们仅然有序地引导着即将进入开幕式观众席的观众们 沿街的奥运赞助商活动小屋纷纷亮相 为行人和游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 各国国旗迎风招展 象征着团结和友谊的奥林匹克五环 处立在埃菲尔铁塔上吸引了无数游人的目光 今晚,欧洲卫视将对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进行全程报道 从点燃圣火的激动人心时刻到运动员入场的盛大仪式 再到各类表演的精彩分成 欧洲卫视将与全球观众一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这不仅是一场体育的盛宴 更是一场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疑似和平与友谊的盛典 敬请锁定欧洲卫视 让我们共同见证2024巴黎奥运会的辉煌起目 欧洲卫视记者巴黎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